通过你俩对话 我们能看出你俩的爱情 有多么的不对等 他在这里无能为力 就像他刚才自己说的一样 我每次去找你 我得找个借口 找什么借口 管你要车子 或者拿你的手机 让你来索要 这些都是他一个借口 因为这种不对等的爱情 让他在你面前无能为力 所以在这里 不要再用这些来考量 一个深爱你一个男人 虽然他有太多的缺点 虽然他有一个致命的 是你不能原谅的一个错误 但是相信他是真心爱你 不要这么逼迫他 好吗 我相信他说 是真心爱过我 但说他的行为 我真的没有办法承受 我没办法用自己的一辈子去度 我在想 先前的这种承诺 是在你们家里 而今天是面对着 全国亿万观众的 复合天使的现场 一个男人是要面子的 他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相信他是一言九鼎的 那么这种忏悔也是真诚的 如果说他违背了这些 你来找我 好不好 今天这么多老师在 能不能给最后一次机会 太多次了 太多次了 真的是太多次了 一次一次又一次 你们不知道 每次吵架 他面对我是多么凶狠的样子 我真的恨不得 当时能把视频拍下来给你们看 是多么凶狠的样子 巴不得要吃了我一样的 你知道为什么每次吵完架之后 他对你都那么凶狠吗 因为每回如果只是在吵的层面上 你回回都把他说的体无完肤 这是我们可以推测出来的 你看他是完全说不过你的 就首先 在心智上 他比不过你 在组织语言的能力方面 他也不行 最关键的一点 是在一开始吵的时候 他已经输了 就是刚才所有的老师都在说 这个男人真的是爱你的 就是他已经爱你 爱到了面对你的时候 守独无措了 说不过你 又疑心病 摁着自己 就是不问 就是不问 因为我一问就是小心眼 但是没办法 我真的是小心眼 然后那怎么办 忍忍忍忍不住了 那我问 一问 被你劈头盖脸弄回来 你还是男人吗 那么点小心眼 你不相信我 还想起谁啊 他每次我看到脾气一上来 我就不理他 我不跟他说话 我现在都不想跟他吵架 我都不跟他说话 是他逼着我在那里问 你知道吗 一文啊 实际上我不主意你这关键 你知道双方吵架 吵赢的一方 是因为能说吗 会说吗 不是 是因为他占理 是因为他占理 所以另一方说不过他 我是这么想的 我得替男人说句话 就是这个两口子吵架的时候 真跟占理不占理 不太成比例 往往都是女人有 因为女人天生的语言能力 组织能力 包括瞬间的逻辑思维 是非常强的 最关键的一点是 所有的家庭吵架 必然涉及到生活细节 而对于所有生活细节的记忆能力 这个女人是天然无比强大的 并且她可以把若干年中的各种细节 随时的为我所用的组织在一起 夺得这个男人哑口无言 而且最关键的话 女人在最后一集的时候还会让男人举证 就是说我举了这么多例子 讲了那么多故事 说了那么多细节 那你拿来反驳我呀 这个时候男人的话 第一脑子里他压根平常都不存多少 对生活不用心 他不是不用心 他就是这块 这部分那个皮带就是没眼 他就是记不住 他再用心 他天然的性格就记不住 然后再加上这个男人如此紧张这个女孩子 所以在吵架的过程中 必然是越吵这个男孩子越无力 其实提这个的原因并不是说 我今天希望你们能够复合还是不复合 因为你们以后还都有路要走 不出意外的话 你们还有很长的生活要过 所以如果说你们今天的问题 在于双方都有很大的麻烦 在生活里面都曾经有重大失误的话 那么是不是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调整 不管是对对方 还是对自己个人的未来 一定要有调整